上帝啊 我爸今天喔 他講的話實在是 頭氣上面需要更多的智慧 請你給他一個好的邏輯 他會這樣最好告訴我 你這樣講好像我很小氣 對 我比較小氣 是的 但我應該會會越來越快 另外一個說法是你比較 娘一點 我比較Man 是啦 是啦 他就這樣 我相信沒有一個爸爸媽媽是 準備好了才去生 因為永遠有你不知道會面對的事情發生 如果有一個手冊跟開車一樣 告訴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燥 就這樣好不好 那就太簡單了 沒有這種東西 那當了爸之後 我是真心覺得我 我本來不覺得我會有父愛的一個人 因為我比較喜歡女生 喜歡太太 但有了孩子之後呢 我發現 慢慢從他們跟我的互動上面 我覺得這個小傢伙 跟我長得一樣 口氣一樣 挖鼻孔的動作 真的態度也跟我一樣 我就覺得很妙 從他們跟我的一些 feedback 上面 我開始真的喜歡 跟他們的相處的時間 然後慢慢的從他們的需求上面 我開始做出了相對於的 該做的事情之後 就慢慢慢慢慢慢的學會說 原來當爸爸就是要去 滿足孩子對你的期待 不是大人對孩子的期待 是孩子對爸爸的期待 那你講到那個 通不流涕的心目力什麼 其實有個背景 就是那段時間 太太跟孩子去 女性來讀書嘛 欸 我每天固定的流程 早上不是要去這邊接 那邊送嗎 然後要去 週末要安排 去哪裡去哪裡 都是固定的 家庭電影院 突然這些熟悉的流程沒了 你的心裡面就覺得吧 空了 那我要幹嘛 是那一種感覺 然後也是跟過去一段 你非常非常熟悉的 的生活的節奏 畫下一個據點的時候 我哭的是那部分 就像是你的青春 或者是你的髮量 離開以後就再回回來一樣 那就是 就是改變了一個 一個生活的形態 對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一個 就是他是單親家庭出生的 的小孩 本來對於做爸爸這件事情 是完全沒有信心可以完成 可是因為只有我們兩個孩子 的陸續出生 然後他們圓滿了我們的人生 變成我們在當中學習 怎麼樣做父母 然後那個父愛 尤其在永康生上 我看到的是 源源不絕 源源不絕 給不完的改變 現在連我家的兔子 我都開始愛了你了 從沒有愛心的人 變得非常的有愛 我覺得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父母本身的感情是好的 我相信整個家庭的氣氛 應該就會到一個還不錯的程度 第二個我覺得不可或缺的是 大家要有共同的價值跟信仰 然後還有就是說 有任何事情都應該要在第一時間 好好的溝通 很多事情 我覺得如果是在家裡面 你有一個很順暢的溝通管道 不會說什麼事情都放在心裡 而是很容易的 跟每一個成員好好的溝通 我覺得沒有什麼事情是做不到的 我覺得幸福家庭當中 所有的成員必須要共同熱愛 非常熱愛做一兩件事情 對 就是譬如說我跟我兒子非常喜歡運動 然後他跟女兒非常喜歡 不管是Shopping 或者是做一些廚房室裡面的甜點 等等 沒有我朋友喜歡Shopping 好啦 你以為喜歡Shopping 好啦好啦 但是我可以陪逛街 但我們家四個都非常熱愛旅遊 旅遊這件事情是我們家很重要的養分 我們小朋友到現在雖然已經成年了 各自有男女朋友 他們還是非常期待 他們有空場的時候 可以跟我們一起去 去共同到一些沒有去過的地方 去找好吃的好玩的 因為那個對我們來說 可以說是一個家庭存款 你儲蓄夠了愛的能量 在旅遊當中 因為旅遊當中比較不容易吵架嘛 氣氛又特別的好 那個回憶又特別的好 到時候如果真的有什麼摩擦 還可以有存款可以提令 在我們家的幸福家庭當中 有蠻多是屬於一種 疑似感的東西嘛 像是晚餐之後 固定有兩個小時的時間 七點到九點 是我們一家四公 必須規定 要在同一個工作桌上面 大人去工作上面的事情要處理 孩子要寫書 就算你讀完的書 寫完的功課 九點之前不能夠離開那張桌子 你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但是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時間 週末的時候呢 我們一定常常會在家裡面 看家庭共同的電影院 現在我們雖然是南北兩地分開 他們離開家的時候 會想起我們一起做的事情 我們常常一起 在一張桌子上面 吃完飯 我們會一起錄個書啊 寫個東西 或一起看電影 是他們最重要的回憶 我們家直求對決啊 沒有什麼好說的 一定是有話直說不用忍 但是這個說話的方式 倒是可以做調整 就是比如說我跟永康 有衝突的時候 我一定先道歉 我會很樂意的說對不起 那說了對不起以後 至少我們就可以有 把話講開的一個空間 就不會口出惡言 就不會說出不應該說出的話 比如說離婚那兩個字 你這樣講好像我很小氣 對 我比較小氣 是的 但我應該恢復你越來越快 另外一個說法是 你比較娘一點 我比較Man 是啦 他這部分我給你五顆星爛讚 謝謝 他因為他是如果生氣的話 他會立刻找出解決辦法讓你學 那你說我們家裡面 直求對決 會不會傷孩子 或是腹肌腺的情感 生氣下面講的話 沒有一句是好聽的 所以生氣上面講的一句話 你要快快的聽 慢慢的發怒 所以我們一定會在當天和好 透過一些 跟一些家裡面共同禱告的方式 孩子對我們不爽 所以他們也會禱告 上帝啊 我爸今天喔 他講的話實在是 口氣上面需要更多的智慧 請你給他一個好的邏輯 他會這樣子禱告 然後我聽了以後我就知道 其實孩子不爽 然後我講話也不對 但後來我可能覺得 我自己年紀大了一點之後 也稍微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調整啊 就是當孩子做出的行為舉止是你 你不滿意的時候呢 其實我會現在學會 我會稍微抽離一下下 我會抽離一下就是 同樣的情境 我會怎麼樣去跟我自己的媽媽講 我只要想過這個流程之後呢 我通常很快就氣消 對 因為我的孩子太弱了 你會覺得你孩子很乖喔 他們的頂準方式 用著詞句 跟我當年那種口氣 對我媽來講 不在一個急劇上 他們才弱爆 他們怎麼對我這麼客氣呢 我只要想過這一輪之後 我就 破然開朗 沒什麼好氣的 我叫你以後吵架 應該這樣子吵他才會真的生氣 我相關的孩子在講就是 現在你們工作 你們現在的目標就是 好好培養你們進入職場之前的所有的技能 我現在該做的事情就是 把我當爸爸 你們還需要我一些時候 我就盡量在 不管是在經濟上面 我們要有安全的水位等等 我要繼續做你們的 媽媽呢 前段時間做陪伴 接下來她會來照顧我 所以我們就各自在不同崗位上面 做好自己應該做的本分 就是我們彼此愛家人最好的表現 可是還有一點喔 有益雙手絕對不能放 就是你的 你的另一半的手 孩子的手可以放 因為長大放手這是必然的 放手雖然分離會有一點難過 會有一點情緒 會有一點惆悵 可是不放手他們不會成長 但另外一雙手 這是要陪你一輩子的 所以就要把它 爛屌屌牽緊緊 這個手是不能放的 對 那最後我要說 我們出版的這本書 這不是教養書 它真的不是一本教養書 沒有 沒有12345規則 沒有金科玉律 然後不是教養書 因為在整個成長的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 我們才是那個被孩子教育 不斷不斷成長的人 現在的職業 和身長得好 都不會是教育 我們才是教育 做成長大渦 那天 分別與天